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有个电影叫孔子 你听说了吗 听说看孔子不哭不是人 我想我就别去了 但是我不是不支持 我是觉得观影的心态从我这个观众来看已经在发生变化 因为过去拍那一轮大片的时候不是有人说吗 说这也有票房 对吗 很多观众就冲着就说看看他有多恶心 冲着他能把我逗乐了去看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有效期很短 比如说现在我都没看三枪拍案惊奇 包括孔子老实讲这胡梅导演咱们也认识 这个都应该支持的对吧 但是我的时间太忙了整天日理万机的对吧 太忙没有这个时间 那么忙到连孔子都不看 是真的很容易耳根子软受到影响 如果网上评一些什么东西 或朋友跟你讲些什么东西 就会影响你 我相信网上的 我相信身边的 身边的 自东老师 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如果说什么什么 你比如像三枪 像孔子 我一定会去看 但是我会说因为太忙了 我不会去电影院了 如果我看看周围 我相信的几个朋友 如果他们跟我说些什么 但是像这样的电影又不可不看 像我这么忙的人 我就选择等一等 等到他出了谍 等到出了谍 我看看谍大体了解一下 你不可能所有的大片都看 现在国产电影这么繁荣 你不可能谁都支持 但是阿凡达你就一定去看了 再忙都要去看 因为他要3D效果 不能戴眼镜 这就是口碑 当然我也很困惑 中国现在连口碑都是假的 都能是假的 那你该何去何从呢 好像是把孔子跟阿凡达叫上劲了 是吧 徐老师这个说出话茬了 针对这个质疑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这个张鸿森说 强调没有任何强制措施 让阿凡达撤片 提前下线的只是2D版 这个又且其下线符合市场规律 由于2D票房并不高 造成3D买不到票2D不饱和的现象 他说有关阿凡达为孔子让路的说法是谣言 胡梅导演也讲 如果阿凡达真因为孔子下线 我是说如果啊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导演 我感到非常温暖 为国家保护国产电影的措施感到温暖 他认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但是阿凡达直指是 不是阿凡达直指 胡梅直指 关于这个传言呢 是阿凡达的片方在炒作 早就应该批判阿凡达了嘛 怎么批判得这么晚呢 我这里已经看到两个批判意见了 第一个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看上去在讲土人啊 你看一批土人呢 面对侵略惊慌是错 一片混乱 直到一个白人降临了 像救世主一样把他们才救起来组织抵抗 整个感觉就像以前党代表 改造土匪变成游击队这样 表面上是歌颂土人 其实歌颂白人精英 这是一个批判 他说西方的虚伪表面 其实背后都是西方的中心主义 另外一个批判说 这种用军队坦克为了商业的利益前进 压碎下面的这种弱势群体的抵抗 他说要是把结尾改一改的话 那不就在描写影射中国的现实吗 其用心何其独业 我就看到这样的评论 正常转述啊 正常转述啊 真的啊 这样的美国 现在他们甚至上升到一定的程度 把他跟对台军售 跟网络的战 跟贸易战 跟阿凡达 一起解读成美国的组合权 对付兴起的中国文化 另有传说说 美国正在进孔子的上瘾 不准孔子上瘾 因为这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 对他们的入侵 看来美国的实力不是靠爱国者导弹呢 他靠的是美国大片阿凡达呀 不过其实我自己看了阿凡达 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当然其实这个徐老师讲的 我觉得也许是有道理的 可是你看到阿凡达的时候 其实你第一个主观就觉得 那美人真是一个非常团结 而且和谐 一个祥和的社会 连一根草 你都不能随便去侵犯到他的生存权 对不对 那种感觉 再加上现在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在弱柔强食 都在彼此之间的竞争 所以你说 如果可以到那样一个潘朵拉的星球 那是多么的渴望 然后就是因为美国的 像这种这个强势 中毒了 中毒了 我中毒了是吧 我这么单纯 对啊 尤其你在台湾的立场更不一样 台湾怎么了弱志 哈哈哈 对台经兽吗 对台经兽 你是说我们是纳美人吗 对不对 不是不是 台湾倒是有一个类似于纳美人的 那么个族 叫什么呢 阿美族吗 阿美族 对对对 阿美族阿美 但是其实我觉得 被国民党压迫的很惨吧 也还好 我们其实是很和谐的社会 讲到和谐 哈哈哈 延续那个话题 讲到和谐 我跟你讲 人家这个还有这个段子呢 所以要我说呀 我们这个强强三人行开的这个微博啊 呃有个上面讲马英时 说先秦主子啊召开电影孔子的座谈会 老子首先发言 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嗯 小孔这次大师风度啊 哈哈哈 就因为啊 另一另一 就是小孔跟那么美国佬去争是吧 哦对对对 小孔这次大师风度 墨子接着发言了 说反天异者必得罚 我看票房会很惨 嗯 孟子也附和说得道多助 师道寡助 我同意老莫的看法 是 庄子一摇芭蕉扇 不是芭蕉扇 蛾毛扇 哈哈哈 蜘蛛精啊 庄子一摇 蛾毛扇 说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老孔拍电影本身就是傻叉 孔子跌坐于地 考三人行没一个买票的 哈哈哈 谣传说美国奥斯卡封杀孔子 哦 咱们奥索认法就说了 己所不遇 勿施于人 所以我们对阿凡塔放他一马八 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孔子这个电影咱们没有看过啊 当然我刚才说我个人不去看 不代表我我让大家大家都应该去看 你们就支持国产电影吗 是吧 但是我说的意思啊 是说这个电影啊 它也是个话题 是新时期中国当代 为什么你看电影商 他会想到拍孔子 现在不都讲价值观吗 是价值观这个词原本是你们知识分子爱说的 我原来根本不太懂什么意思 我说价值观 讲价钱吗 是吧 就是好坏嘛 人要知道好坏 现在我越来越发现 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矛盾和冲突 包括许很多时候两口子之间 对吧 甚至说相爱的人 最后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就也许你们感情很好 但是你们会发现呢 价值观不同 不同 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说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都感觉到价值观空缺 还输出什么价值观 但是你刚才讲的美国鬼子 他也算是输出一种阿凡达价值观 对吗 那么我们 确实在输出这个 全世界已经有多少做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 就甚至美国华盛顿的智库都认为 孔子是中国现在你最值得也可以 他们也把学院认为是我们的文化扩张的一部分 而且另一边就是从内部上讲 你看啊 也有人有一位叫石树思的这么个网友 他就讲说时代缺失排行榜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什么 时代缺失排行榜 一理性 二真爱 三信任 四信仰 五平等 六真诚 七利他 就利利利利利他 八 创造 你看 这个东西的这些这些缺失啊 我能理解有些人急切的心情 就是说 哎孔子能填补中间的哪几项 信呢 哎 哎呀 仁义理智信呢 利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还别说许老师 我觉得啊 倒也不一定 他的利他是从利我出发的利己出发的 我不要的 你不要叫人家要 你看利己是他的一个 先是一个承认那个出发点的 如果这个人大公无私的话 他没有己所不欲了 因此他对别人什么都可以做了 你要你要推断下去 所以他也不纯粹的利他 孔子这个不会 不是说大公无私呢 不是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对对对 还是咱们共产党的语言讲的好 对对对 哎秀妍我倒想问问 嗯 孔子的这个这个气氛 嗯 这个气场 在台湾感觉比在大陆重的多了 我觉得其实每一年在公孔 这个孔子 孔孔还是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诞辰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季孔的仪式 然后每一年其实活动都很正式 什么霸易啊 什么这些的活动这些 我是不太了解这个细节 但是每一年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的教师节 然后我们在就是尤其是在讲到这个论语 然后还有这部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教育是很强调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其实大家的这个道德观 香港最近被否定了 香港提出的孔教的什么什么多少孙呢 还有孔教学院的 提出立孔子的生日为法定纪念日 为法定假日 我们先是教师节嘛 先台湾是教师节 是哪一天 9月28 OK 你怎么知道孔子9月28出生公历啊 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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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8 928 教师节 换算 但是呢被否决了 立法局被否决了 因为香港的那个法定假日一年 总数一定规定这么多 那规定这么多 他说那那怎么办呢 他说不如把复活节当中抽一天出来 就去尊了 把孔子的生日给到四月去 复活节要 伊斯顿休息这么多干什么嘛 耶稣复活了要休息那么多天 批出一天 分给孔子 有佛旦日嘛香港 对对对 所以他的意思 但是呢我我听他们解释讲这个理由啊 不是那么很说服 他们把孔子的这个作用狭窄化了 缩小 他就是说我们要是有孔教的话 社会上青少年呢就不会吸毒啊 就就黄段子少一点啊 总而言之就会好好做人 我觉得其实是当孔孔子的学说变成了孔教以后 他的作用又又不一样了 所以最后被否决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后没有成功 孔子的儒家思想 其实现在在世界各地 大家都会在T恤上 像年轻人都会印confuses 就是孔夫子 但是也有很多老外就是他们的小小男孩 他就说我很confuse 他在说什么 confuse就是疑惑 我很疑惑他在说什么 这个音头两个字有点像 对孔夫子跟confuse 对孔夫子就创造了个疑惑 对 因为他说其实很多的这个 我们其实早期的很多的道德观念 跟现在的时代的价值跟背景是不一样的 以前就说男女瘦瘦不轻 为女子小人难养也 这话倒也没错 不是 你说什么 好好 你得罪我了 个别女人像个别男人一样 都是小人 这么说对吧 为男子与小人难养也 对你们对小人的理解错 他小人并不是一定是道德低的意思 你没听过义中天跟余丹他们争过吗 小人就弱势群体就是民众 就是就是民众 就是民众 君子予以义 小人这个这个予以利 就是说人民你要给工资嘛 你不能整天这样无常劳动 孔子啊 他呢 在我印象中啊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道德人格 很牛的这么一个人 我随不能治 这参主官呢 我我心向网之 不过不过现在随着这个电影 我我相信 上次那个余丹解读解读 已经促使很多人去读孔子 这电影出来 我相信正面的来讲 一定会引导更多的人去读他的援助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下 那是真的非常好的 但现在也有些人在担忧 包括知识界有些担忧 因为他们觉得 孔子的负面的那些东西 就被统治阶级一直用的 均均称称称呼呼 指指强调服从 强调劳心劳力两分法 包括对女人的这这这这种看 所有这些阶级论就是 其实这不一定是孔子这个人当初的本意 因为他当初我们谁都不认识他 我们知道的都是汉代以后的 每一代的朝代拿他出来要我们供的这么一个东西 很多人在想他就现在这个王猛在这里就在说嘛 说你孔子讲的一个东西跟现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要不要维权 要不要人人平等 是有冲突的 公民公民知情权 孔子这个民可是是是是是什么 不可使之之 这个是由之 你这个东西跟公民知情权 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他跟现代的这个观念呢 也是不不不见得完全融洽的 他其实有一部分是冲突的 然后现在也有些学者就把这些断句 都断成现在很好的来解释 讲的很美好 就当学术界很多就刚才那个 明个使游之不可使之之的 他们就通过不同的断句法 就变成现在很好的一个 很符合现在讲法的那些 我不记得 游之 但是你比如说啊 像是孔子是会不会有一点这种 希望拿道德来拯救社会的这么个意思呢 那应该是有 他当初是失败的 他当初是失败的 那么后来呢 但是其实中国后来从来没有完全融合过 中国我最欣赏孔子的或者是最太学说的是一种精神 就是说中国多少年来的读书人 他们都这么或者说二 他们相信有一些道理皇帝也要遵守 而另外有一些人呢 他们认为没有这么些道理 或那些道理是不重要的 谁做皇帝他就是最大 谁的官最大说的话就最正确 历朝历代有这么一些人 而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刚才讲这条 他你官再大你大到皇帝 你也得听一些理万历十五年你看过了 皇帝小时候就有一班老师去跟他讲 讲孔子的那些道理 那个小皇帝不要听啊睡着了 他睡着了怎么办呢 旁边人提醒他敲一下 把他叫醒起来 也不敢直接对他怎么样 然后再讲这番道理 然后以后皇帝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会冒死跪在那里 冒死他们为什么不是为自己 他就是为了有这么一番道理 明为重啊这个设计次之君为亲 当然现在人家说这番还是统治术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比你趴在皇帝面前皇帝要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但是就说是咱们这个罪责不归在孔子 但是甭管长说啊 孔子的很多想法在后来被人理解的 其中有些啊咱就今天就觉得有点没劲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士大夫的这个后名 你知道那天我听一个美国来的学者这个讲啊 我觉得也挺受启发 他说中国的这个士大夫啊 他说你看着古往进来 他这个胸怀天下等等等等 可是他号的是自己的名 他并没有真的把黎民百姓作为这个公民 人人平等他们的权益放在心上 所以出现多少个这种说 这中国士大夫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清廉两袖清风 甚至就是说恨不能皇帝你你你你把我杀头 杀头我就那时候逼着明朝皇帝杀他 对吧就跟皇帝叫吧 你杀我你一杀我我就成名 我就轻始流明 你这个啊跟那种真的是说什么对老百姓好 当然还有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比方说要不要为了你个人的一个人的名声 让全城的百姓玉石俱焚 这在历史上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吧有些人就是说我我我子啊我我我我我我 我就什么呃流取担心赵汉清了 可是呢你有没有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 问过每一个是不是大家都大家的这个这个城里的人 我们是是不是愿意跟你这么训了 这也有个问题 比如说我上次看到一个杂志上有一个中国的这个这个军事口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讲了说美国之所以强大 他看他讲了三点我就记得他其中讲的一点 他就说911那第三架这个飞机 第三架飞机就是不是给自己给撞了吗 上面这个旅客不是乘客就跟这个节级分子打起来了 是他说不但他们有这样的一种 呃一种是奋不顾身 而且有一个细节 他们在这样做之前全机的乘客都投票了 就是咱们全机乘客这么串联 哎 投票过了多数 我们大家共同同意 他说在这么一个时候 都讲尊重每个人的意见的这种民主 所以他就说这个民族 那是很强大 但是他们也不是一个独立民族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想为什么我刚才提这个 徐老师你刚才是有什么 不能用后来的西方就是文艺复兴以后 行才的近代的民主这些观念 来苛求比方汉代宋代的那些知识分子 当然 你这样来苛求他们 但是我总觉得 历代在知识分子跟皇帝 以及他下面的这些太监们 以及他那些高官的子弟们 你知道历代的知识分子 当他做出群体抗议的时候 他主要的对敌人 其实不是皇帝本人 而是在背后获得利益的 就帮他打江山的那些人的子弟 他们分到了很多钱 他们把社会迅速的腐化 而他们依据的就是权利 就是利益 而这个时候这些读书人 在这个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要名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依据一些理 就是说通常他们都是这样说 皇帝我爱你 但是你不该这么做 而另外那些人 皇帝你应该这么做 然后我们有好处 其实这种事是到处存在 一直存在的 你只要想这两句话 我爱你 但是你不该这么做 我爱你 你这样做 我有好处 这是构成了两种 每个社会都在那里争的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个人了 他早已不是一个人了 他也不是一项 他是一个信念 他是一个体系 只是我们今天要很谨慎的 把他那些那么伟大的东西 他有些东西真是伟大 你看过 所以中国人的东西 这两千年前 你看过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啊 你看过孟子 跟这个讲那些政治的见解啊 人要吃饱饭 才能知礼仪 我在文革期间读的 我想 怎么文革的时候都不懂得 孟子这么早就说过句话 你叫人饭都吃不饱 他怎么来提高思想呢 那个时候就净提高思想 所以中国那些东西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东西 但是就像你说他跟一些明显的跟现代文明是冲突的东西 怎么把它剥离开来 但是我也怀疑 就说这个思想的伟大呀 究竟有多大用处 其实好比你说 现在我们的很多什么什么啊 说孔子早就说了 孟子早就说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犯这个错误 那我想是反过来问 美国历史上那么短的历史 没有孔子 没有孟子 怎么人家都没犯这些错误 他继承了法国取盟运动 继承了德国黑格尔康德他们的学说 而他们的学说是可以回到古希腊 所以美国的文化源头不在华盛顿 在古希腊 他整个基督包括基督教文明 他们要检讨过去的历史 就像我们检讨秦始亡 他们检讨什么尼路 尼路为什么为了个人唱歌就把罗马烧掉 而下面的大臣为什么来欠 尼路他说我留名啊 他们把希腊的罗马的历史 当作他们的基本的历史在上 文明他美国虽然只有两三百年 他的根可不止两三百年 秀严呢 可是我觉得孔子的这个学说 其实是现在等于是一种信仰 就是你对他有一个深信不疑 就是从小的潜移默化 然后从小在世世代代这样传下来以后 其实你会觉得 这个刚刚就是说一种约定成俗的这种观念之外 但是现在跟整个的环境 所以是大家会觉得说 以前的道德标准 跟我们现在道德标准不一样 可是标准在哪里啊 我看这个 是什么的标准 你像我看孔子啊 我就觉得 仅对我个人 就是说啊 他的东西非常好 我个人觉得我要修行也好 我要提高我自己这个人的水准也好 我按照他说的去做 可是呢 放租社会就有 放租社会 放租社会 我来说 我来说